嘿 大家好 今天来做个不常吃的食材啊 章鱼哥 废话不多说啊 准备一大锅水多加盐 咸得像海水一样都可以 然后去上火烧开 等待水烧开的过程啊 来准备一下炖章鱼的配料啊 洋葱 胡萝卜 西芹 大蒜等等 西芹啊 用外面老的塞牙的老杆子就行啊 物尽其用 在炖锅里加足够的水 把准备好的配料都加进去 再放盐 红酒和香料 一锅卤水就做好了 把卤水烧上 这边准备好了 之前的一大锅水也刚好烧开了 来给章鱼定型一下 把章鱼进入滚水中大概十秒的时间然后拿出来 等待水再次烧开 再进 如此反复三次 章鱼的形状和颜色都发生了改变 把章鱼拿出来放到煮开的卤水里去 盖上盖子转小火炖 大章鱼的肉是比较老的 所以要通过慢炖让肉质变嫩 我这只章鱼大概是1.5公斤 先炖个45分钟再说 炖章鱼的同时来准备点别的配菜啊 新土豆 冷水下锅 煮熟 然后捞出来备用 接下来做一个法式的将来碗 原谅我的法语发音啊 通常这个酱是用来配法国传统名菜马赛鱼汤的 但是跟别的海鲜搭配也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就是以蛋黄酱为基底 加入了大蒜 凤尾鱼 面包糠 甜椒粉 烤柿子椒等等配料调成的 那蛋黄酱的详细做法之前有视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有个重点就是蛋黄酱要先做的稠一点 因为之后要加很多别的配料啊 如果蛋黄酱本身已经调的太稀 那么加完配料就站不住了 所以说做酱料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按照配方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求灵活变通的做调整 酱料做完来检查一下炖的章鱼啊 切一小块下来尝尝口感 觉得不行就再炖15分钟 等到达你自己想要的口感就可以捞出来了 看这个很Q弹的状态啊 弹弹弹 煮好的章鱼给它的腿都卸下来 上面的这个皮看你想不想去掉 喜欢海香味重的可以保留 一般啊去掉根部的那部分就够了 接下来准备一点简单的配料 煮好的土豆切成小块 一根西班牙腊肠给它切片 最后转到室外来进行烹饪啊 在炉子上用炭烤的方式 可以让章鱼获得更多的风味 火力可以大一点 给这个章鱼腿两边都上一点漂亮的颜色 同时获得烟熏味 好的在锅里面煎西班牙腊肠片 让油变成漂亮的橘红色 把腊肠片盛出来以后 把土豆倒进去 炒香土豆的同时也吸附了风味浓厚的腊肠油 接着把烤好的章鱼腿和煎好的腊肠 倒回去一起炒一下 都沾上漂亮的红油 最后撒点烟熏甜椒粉炒匀 增强菜的颜色和风味 这个地中海风格的菜式就做好了 这个菜是新西兰大厨 Al Brown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烹饪书上的 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章鱼的口感是真的很好 略微的有点嚼头 味道层次挺丰富的 但是谈不上惊喜 可能对我来说一盘盖嚼饭更加实在一些 好了今天的菜就做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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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